我們在新加坡的金沙酒店裡面了 這次住了金沙酒店的家庭房超級大 好誇張喔 真的很誇張耶 這個要走超久的耶 我的床 陽台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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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面是天空樹 還有辦公桌 看一下它的充電 高級的飯店都會直接附可以轉換 浴室 太多鏡子了吧 有浴缸 超級大 然後這邊是淋浴的 跟分離室的馬桶 登登 我們一起來之後沒有那麼差 然後它整個金沙酒店的購到也蠻酷的 這個Casino 你不是有換錢要來賭嗎 這裡有 金沙酒店的商場 好像長得跟澳門真的很像 前面那個是什麼 好像是雨水回收的一個東西 TWG是新加坡茶 好像有名的 終於走到了 有夠遠 太大了 想要來先吃個肉骨茶 這個沙麵也很輕 好啦 決定先吃 第三 台南雞飯 剛剛偷吃了一口 覺得好像 苦苦痛痛 茶 覺得 海南雞飯很還好 然後 瘦苦茶 很好吃 可是這個黃雅系這家 好像在 台北信義101也有 所以其實 我不知道味道有沒有差別 這家人有機制 看起來很好 海鮮的 可以的 可以的 這什麼 這不懂也完蛋了 要去 樓上的無邊際游泳池 開到晚上11點 所以我們酒店很多才去 超級晚 好冷喔 去下水餃吧 這裡的夜景真的很誇張耶 我覺得很誇張 現在有點擔心手機掉下去 看 為什麼要來金沙 就是為了後面的這個夜景 這邊整排都是酒吧 然後早上有早餐 這裡還是很可怕 再看一次 有那個天空樹的燈光秀 然後我們幸運的房間就在這 直接在房間裡面看就好 但是這麼遠 喔其實那邊好像有音樂啦 隱約有聽到 應該要過去那邊看才比較清楚 欸有耶 這故事呢就是 今天是他的農曆生日 六十歲 然後我剛剛就是看了網站上面 寫說如果生日當天他會送蛋糕 不過因為他是農曆生日 所以我就去問了那個樓下櫃台的人說 農曆還會有嗎 結果他就送了一個可愛小蛋糕過來 還蠻有心的 而且他也沒有跟我要一些證據或護照什麼 就直接送了一個蛋糕來 算是還不錯啦 不過是兩萬塊一個晚上的飯店 生日快樂 嗨 嗨 生日快樂 沒有啦 剛剛在看外面那個天空樹 其實我覺得露眼看會比較好看一點 手機拍的話有點太遠了 沒有辦法對到腳 有機會的話再到底下去看看吧 等一下會去老巴薩美食廣場吃一些沙爹之類的 然後大概就結束這一天 因為這一天大家實在是非常疲憊 來了老巴薩美食廣 金沙酒店的下一站那個 湯湯然後走路蠻近的一下子都到了 然後他只是卡在一堆金龍區當中 沒有任何某什麼 這是什麼 這可是什麼 打招呼 你sub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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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